新生代老大哥赛罗能否击败黑暗扎机 说起赛罗我们都不会冒生 赛罗作为新生代奥特曼的老大哥 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 但实力却特别的强大 在诺亚力量的传承下 赛罗拥有八种强力形态 同时赛罗还成立了维护宇宙和平的终极赛罗警卫队 而说到黑暗扎机的实力 看过那个是最后一集的都知道 黑暗扎机被诺亚全程吊打 其实黑暗扎机的力量和诺亚是一样的 只不过黑暗扎机没有诺亚之一 力量无法得到提升 所以在面对诺亚是毫无还手之力 那么赛罗能不能打败黑暗扎机呢 电话认为赛罗的无限形态 应该也是可以吊打黑暗扎机的 毕竟赛罗拥有了诺亚正宇的神器 帕拉吉之盾 而且赛罗本身也是光之国数一数二的高手 此外除了诺亚 银河也曾与黑暗扎机交过手 而黑暗扎机只是在一开始偷袭银河后占了一点便宜 后面要么和耶和打平 要么就是被耶和压制 总体来说 耶和与扎机的对战中并没有很吃力的感觉 而且打完扎机之后 耶和的灯还是蓝色的 这说明耶和并没有用尽全力 而对比耶和的话 戴帽认为赛罗的实力是要强过耶和的 所以赛罗应该有击败扎机的实力 当然也不能说黑暗扎机也很弱 只能说扎机出现的时间较早 而现在的奥特曼高手层出不穷 相信就算不用诺亚之路 也会有其他奥特曼完败他 不过若是黑暗扎机装备了诺亚的诺亚之意 那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且伙伴们你们觉得除了赛罗 还有谁可以击败黑暗扎机呢 今天的想法聊天评论区 我们一同讨论 讨论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